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在實驗中 我們只要將這個平面 稍微傾斜一下 便可以得到滑車在平面做等速運動 那為什麼可以做等速運動呢 因為這個滑車在上面會有摩擦力 會阻止塌 然後塌什麼呢 這個你把它傾斜以後 重力在斜面方向有分離 當重力在斜面方向有分離跟摩擦力抵消的話 它就以等速的移動 好 那現在他說 結果他等速移動測量出來的話 測量100公分的話 得到他需要10秒 那不確定度的話 長度的測量不確定度是2.0 時間測量不確定度是0.1 那就是他的測量結果 然後他要你計算什麼呢 計算他的那個速度 第一個速度的不確定度 我們先把相對不確定度把它找出來 就是 那個位移的不確定度 相對不確定度 就是 1百分之2 所以是0.02 然後呢 時間的不確定度 相對不確定度 等於10分之10分之0.1 這個是0.01 所以他的這個 速度的相對不確定度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ur x的平方 加上 urt 的平方 好 那我把0.01把它抽出來 0.01 乘以多少呢 更號多少 2的平方加1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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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算出來的話是多少 算出來的話是 0.01 0.01 0.01 這個是0.01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 根號5 根號5 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 0.02236 好 那我們呢 把那個 不確定度 算出來以後 再給他 那個 無條件進位 好 這個呢 v v 是等於 v 乘以 ur v的話多少呢 v v的話是等於 100 除以10 所以是10 所以是10 乘以0.02236 這個等於多少呢 0.02236 0.02236 所以他不確定度 就多少 取兩位 0.23 0.23 然後呢 最佳估計 v 位數要跟他一樣 10.00 所以他結果 r 結果就是 10.00 正乎 0.23 單位是公分 每秒 長度是公分 時間是每秒 好 所以是等於多少 10.00 正乎0.23 公分每秒 1.00 10.00 10.00 20